由於台灣在最近幾年來發生火災事故的頻率越來越高 並且這些火災事故大多都是發生在建築物上 像是飯店或是一般民眾居住的住宅大樓 而民眾可能會因為不熟悉飯店的環境 又或是欠缺逃生觀念等種種原因而導致傷亡 為了能夠提升民眾的逃生可行性以及安全性 因此設計了這款作品來協助逃生 透過門牌指示燈亮起 讓民眾即使身處在光線不佳或是濃煙密布的環境下 也能清楚看見門牌的指示 提升民眾的逃生可行性 精準地將民眾指引至逃生門的位置 讓救難人員抵達火災現場時 可以第一時間迅速地掌握受困民眾的位置並前往救助 提升民眾在逃生時的存活率以及安全性 增加救難人員的強救黃金時間 透過飯店內部的各個煙霧感測器與門牌進行結合 並去偵測飯店內不同位置的煙霧濃度 以此方式來判斷起火點在哪裡 將飯店原有的門牌進行改良 在門牌背面設有箭頭指示燈以及封鳴器 防門上的電磁鐵能將門牌吸附住 火災發生時門牌只會掉落下來 透過門牌上的箭頭指示燈 可以為民眾精準地指引出逃生門的方向 讓不熟悉環境的民眾也能快速地前往逃生 將門牌與APP進行結合 當民眾按下門牌上的按鈕時 就讓人員可以透過APP去掌握到受困者的位置並前往救助 接下來進行實際操作 打火機是用來模擬火災發生時所產生的濃煙 當建築物發生火災並斷電之後 電磁鐵會因為沒有電流通過而失去磁力 門牌也會隨之落下 同時會啟動背面的箭頭指示燈以及封鳴器 為民眾指引到安全的逃生門方向 而指示燈的箭頭會依據火源的位置改變箭頭指向 且我們將門牌的懸掛高度設計在 民眾趴下時能見的高度 除此之外我們也將門牌與手機APP進行結合 當門牌上的按鈕按下 APP上會亮起相對應的番號 讓救難人員可以透過此APP迅速掌握受困民眾的位置 希望能透過本作品來提高飯店及大樓住宅民眾的 逃生可行性和安全性 引導民眾進行逃生 提高存活率並降低傷亡人數 同時也減輕救難人員的負擔 這個資訊的人也減過 不要緊張 這些傷亡人數